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同来说一说使徒信经 在很多教会里边 在主日崇拜中都会一同诵读使徒信经 这个其实不是什么新的举动 基督徒在聚会的时候一同去诵读使徒信经 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 有人说这个传统从使徒时代就开始了 在聚会里边大家一同去诵读使徒信经 是教会聚会必不可少的一个内容 那么为什么教会要诵读或者公示使徒信经有这样的传统呢 其实在教会里边一直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分辨谁是我的弟兄 谁是披着羊皮的狼 一直都有这样的问题 在新约教会刚被建立起来的时候 是在罗马政府的迫害之下的 同时也被当时的犹太公会紧密的观察 随时可能被举报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教会既要把福音传递开来 又要不断的提防那些被政府或者犹太人 所渗透进来的这些探子 教会希望接纳不同 渴望合一 但是合一的对象也必须有分辨 否则就可能给教会带来灭顶之灾 所以这样的问题就来了 这样分辨的依据是什么呢 早期教会留给我们的智慧和遗产 就是信经 使徒信经是信经中的一个 信经这个词是从英语 create或者articles of faith翻译过来的 有时信经也被翻译作信条 这个词实际是从希腊语和拉丁语一路传承下来的 基本的意思就是我信或者信仰的标志 可以这样说 信经就是基督徒 本于圣经对上帝的本性 人类的救赎 社会的建设 全方位的一个宣言 信经的重要性仅仅次于圣经 信经可以说是早期教会 它面对异端的搅扰 面对各种其他政治或者社会上的压力 它所发展出来的一个信仰摘要 是用来说明自己信仰的内容的 它属于一种教条神学 从一条一条简单的这些描述 反映出自己所相信的 信经就是简化的信仰宣言 所以在教会里边 在聚会的时候 认同这些信仰教条 信仰宣言的 那么你就是基督徒 否则就不是 那么早期教会 就是用信经来区分信徒和非信徒的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工具 那么我们基督教会 目前所共同接受的基本信经 有四个 使徒信经 尼西亚信经 亚他拿修信经 和加克顿信经 这个被称为四大信经 在四大信经里边 使徒信经被称为信经的信经 因为他是最精简而且全面的 使徒信经说起来叫使徒信经 实际上它并不是使徒们所写的 这个名字的意思 是从使徒们流传下来的信仰标志 或者使徒们所流传下来的 我们所信的 是这个意思 在主后二世纪那些教父的著作中 已经有了使徒信经的雏形 因为我们前面讲到 它是一些教条神学的产物 当人们总结自己的信仰的时候 就会把这些一条一条的总结出来 当时教会就把这样的一个信仰宣言 它当作初信者或者木道班学习的内容 今天使徒信经的标准格式 是到主后730年才第一次出现 真正成为西方教会官方版本 这个要到主后813年了 使徒信经非常简短 它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胜负 它是宣称父神是创造主 第二部分 它是关于圣子耶稣基督 是承认耶稣基督是人 也是神 并且承认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 第三部分是关于圣灵 大公教会和信徒的生活 是对这些做一个描述和宣称 信经在早期教会 它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分辨真理真假的作用 所以它的针对性也是非常清晰的 第一段关于圣父的论述 是教会要和当时的一个异端 叫做马基安派 马基安派的观念被总结为马基安主义 那么这个马基安主义强调的是二元论 他们认为旧约圣经中这个神 他是邪恶的 和新约圣经的耶稣基督 他不是同一个神 第二段 关于圣子耶稣的描述是用来对抗当时的异端 四子论 幻影说神格唯一论 这些异端都是在否认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 或者他们在否认三为一体这个概念 第三部分 相信圣灵教会赦免和复活之恩 除了对抗当时的这个神格唯一论之外 也澄清诺斯底派 靠着知识人就能得救的观点 并且他们对灵肉二分的神学观点 做了一个否定 那这些我们在将来的这个讲解中 会跟大家做详细的分析 那么从使徒信经 这三段的论述 或者他所针对的对象 我们可以看到公元五十级之前 神学的辩论和人对神认识的 这个发展的轨迹 这也就帮助我们更能理解 使徒信经对我们信仰的重要性 希望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 我们都可以像早期的信徒一样 看重使徒信经 我们可以让使徒信经 真正成为我们身份的标志 好 我们今天关于使徒信经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再见